杨幂年男觅友游日 遭轰望了自己结婚有小孩女星杨幂因演出《仙剑奇侠传三》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等夯剧而成为戏剧一节 她与香港演员刘凯威结婚五年 育有一女小诺密 但日前杨幂被目击与男性友人同流日本 遭酸民抨击不顾家 杨幂与刘凯威近年来婚变消息不断 她因工作忙碌较少空出时间陪女儿 遭到不少人批评 近日有人在微博上PO出在日本环球影城小玉杨幂的照片 只见她戴着口罩 身穿萤光绿外套 脖子上还挂着小小兵的爆米花筒在排队等游乐设施 在她旁边的则是歌手张大大 杨幂平时常晒出与张大大的合照 两人的好交情众所皆知 但仍遭到酸民炮轰杨幂真不知道避嫌 有时间不去陪老公和孩子 杨幂就像没结婚一样 经常忘了她是已婚妇女还有孩子了 护主心谢的粉丝们则跳出来解释杨幂是到日本拍杂志 工作结束后才顺便旅游 并心疼地说 难道一个女人结婚了就不能有自己私人时间 都什么年代了 42岁生日跟弟弟实斋庆祝 梁永琦一家游至连禁院梁永琦 GG昨日42岁生日 一家三口去庆祝之余 妈生弟弟梁永俊等一家人亦有出席 GG拉大队去参观至连禁院及吃素 晚上更一起切蛋糕 GG留言表示 谢谢你们的祝福 留言我都看了 感恩你们陪我度过了那么多年的生日 生日快要结束前 收到五月演唱会 祝半方送来的好消息 祝贺我五月的好时辰演唱会已经爆了 果然是今年收到最好的生日礼物 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会把最好的自己献给你们 晚上选择了与同样今天生日的弟弟和家人参观至连禁院和吃素 平静度过了一个愉快的生日夜 方圆首次正式出活动 郭富城恭喜黎明 五奖四大外府 郭富城 程程 周百豪 张秀文及格明辉等昨晚到澳门出席春明活动 程程以压轴嘉宾身份登场 并获集团行政总裁亲自接待 地位超然 提到天王黎明宣布做爸爸 诚诚说 这个当然值 大家无论在Facebook还是Instagram都在讨论 我之前都说了 如果是事实会恭喜他 因为娱乐圈太多事情发生了 如果不太了解的事 就不想由我来回答 对于有网民孝指若黎明都生女 便四大天王便四大外府 话音未完成成便落闸 又来 不要讲这些了 问到4月18日 与太太方圆结婚周年如何庆祝 程程表示留给她自己安排 工作上可以跟大家分享 家庭还是少讲为妙 据知方圆今个星期会出席品牌活动 是她首次以天王嫂身份正式出席香港的活动 而这次是得到成诚批准 相信届时必受传媒追访 中年33岁 韩南团100%队长徐敏佑倒闭家中 死因未明 韩国男团100%队长徐敏佑昨日在首尔家中暴毙 家人发现她的时候已经停止心跳 救护员到场进行急救后正式死亡 中年33岁 警方县正调查死因 100%由这名男团神话成员Andy一手打造 上月刚于日本发行单曲Song For You 顺利登上Urikan流行榜第五位 成绩相当不俗 估不到突然传来队长死讯 粉丝当然伤心 而她所属事务所TOP Media 亦发表声明悼念 民幼的家属 100%成员 以及TOP Media同事都为死讯感到震惊 我们以最悲痛的心情调艳民幼 作为100%的队长 她一直充当好领袖及哥哥的角色 对队员和同事都很关心 葬礼将孙仲仪属意愿低调进行 愿民幼一路好走 韩国男偶像徐民幼暴毙家中 被发现已无生命迹象 韩国男团100%队长徐民幼 昨晚被人发现在家中死亡 警方赶到现场时 她已无生命迹象 当场确认她死亡 经纪公司TOP Media发声明 证实这项不幸消息 公司和其他成员都相当难过 33岁的徐民幼 2006年演出韩剧《玉林成长日记》 三出道 2012年加入100%成为偶像 曾演出韩剧《王与我》 100%是由神话成员Andy培训的团体 2014年曾来台 但当时徐民幼因卡在兵役问题缺席 经纪公司表示 徐民幼作为队长 一直是一个好领袖及好哥哥 他对成员及同事都非常用心及关怀 是个令人信赖的好伙伴 之后葬礼将尊重家属意愿低调进行 最后IG徐民幼抱猫跟粉丝讲晚安 徐民幼经常透过IG上载 他跟爱猫向粉丝说晚安的照片 如今变成历史韩国男团100% 队长徐民幼昨日在首尔家中暴毙 中年33岁 死因未明 一向爱猫的他最后一次更新社交媒体 Instagram IG内容 正是两日前为爱猫拍短片 而四日前他一抱着猫跟粉丝说晚安 当时还说幸福 如今却跟粉丝阴阳相隔 死讯公开后 约有1700名网民透过IG留言悼念 心碎了 我们会永远怀念你等 充满不舍之情 100%由这名男团神话成员Andy一手打造 上月刚于日本发行单曲 Song For You 顺利登场 Urikan流行榜第五位 成绩相当不俗 估不到突然传来队长死讯 粉丝当然伤心 而他所属事务所 Top Media 亦发表声明悼念 民佑的家属 100%成员 以及Top Media同事都为死讯感到震惊 我们以最悲痛的心情吊咽民佑 作为100%的队长 他一直充当好领袖及哥哥的角色 对队员和同事都很关心 葬礼将尊仲仪属意愿低调进行 愿民佑一路好走 中年33岁 韩南团100%队长徐民佑倒闭家中 死因未明 韩国男团100%队长徐民佑昨日在首尔家中暴毙 家人发现他的时候已经停止心跳 救护员到场进行急救后 正式死亡 中年33岁 警方县正调查死因 100%由这名男团神话成员Andy一手打造 上月刚于日本发行单曲 Song for You 顺利登上Urikan流行榜第五位 成绩相当不俗 估不到突然传来队长死讯 粉丝当然伤心 而他所属事务所TOP Media 已发表声明悼念 民佑的家属 100%成员 以及TOP Media同事都为死讯感到震惊 我们以最悲痛的心情吊咽民佑 作为100%的队长 他一直充当好领袖及哥哥的角色 对队员和同事都很关心 葬礼将孙仲仪属意愿低调进行 愿民又一路好走 咱们一路好走 感谢观看